开始前为新朋友们提个醒啊 就是接下来进行的是革命家对赌的篇章 我自己预计大概可能要八到十七 而且都是在讲一个故事 而在这其中的这个赌局 只不过是其中一环罢了 这次镜头又给到了一处高层建筑 里面一个嚣张的声音传来 真是的 那样的玩耍不过是打发时间消闲罢了 只见一个人拿着寿司 往张开的嘴巴里送 边吃边很不屑地说 自己才不管什么赌狼呢 他们以为我是谁啊 这个人自称是杰雄集团的总帅 而他嘴里所谓的随随便便的赌击局 看来是赌狼介入了 而且貌似这个家伙还赌命了 接下来通过他的自言自语得知 他是逃出来的 凭借着身后这些人 以及他们怀里的那些家伙才能逃出来 而今天他还需要这群人 而且为了应对今天的状况 他掏了很多的钱 这群人正是上级脚丸身处的吉英会 看来是作者的恶搞 这吉英会吉英社是吧 就在这群雅固扎自信地说 谁敢来就将他们设成风潮时 有人来报 那个主持人来了 当听到只有一个人时 连枪手都没带 这位总帅由慌张变成音效 并不无挑衅地对来人说 日前真是感激不尽啊 假如 以后假如还有这样有趣的赌局 可以再拜托你吗 然后问道 今天有何贵干啊 来人是夜行 他看着对面那家伙 以及他身后的一群雅固扎们 他默不作声 看他一言不发 对方很嚣张地说 不是吧 你不会以为当时赌命的事 是来真的吧 自己可是杰雄集团的总帅 怎么可能真和你们赌命啊 你去死吧 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作死行为 夜行依旧没有表示 反而来到一旁跟板前说 他想来一份蛋寿司 让对面所有人大笑 原来主持人想在死之前 也想品尝品尝这寿冰味的寿司啊 然而夜行慢条丝里地吃着寿司并说 今天的自己不是主持人 几口下去 吃完了 不愧是寿冰味家的寿司 夜行在慢慢地回味那入口即溶的味道 并大驾称赞着米饭 那可是寿司的基础 看着夜行伸下米桶的手 那个家伙有些纳闷 这人怎么这么的莫名其妙啊 而这时夜行的手从桶里收了回来 他再次重申 今天自己不是主持人 今天自己是来收款的 夜行以极快的速度清光了蛋夹 手一松枪枝落地 人则贴身近薄 被靠近的雅库扎们一个个准备掏枪 但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枪枝无法使用 反而落到了夜行的手里 而且还是两把 这弹药更足了 又一次蛋夹被清空 腹上听着那蛋壳落地的声响被吓得是瑟瑟发抖 夜行呼吸如常的说 自己稍后还有主持人的工作要做 要知道平时自己可不会动枪的 但尽情放心 自己会尽快地完成收款工作 所以有什么遗言吗 请说吧 听着对方一声声救命的惨叫 一阵阵不甘的哀嚎 夜行很鄙视 假如不愿意付钱 你就不要赌啊 工作完成了 对于刚刚的那只吃肥了的猪 夜行十分地看不起 那种人没资格赌 唯有目的不是钱的人 唯有那样的人 那种尊贵的性命才有赌的价值 将性命作为赌注的价值 这里是山梨县静岗县边境 临风复世 隧道前尾不知道来这干嘛 而他们三人身后的夜行解释道 这里这处隧道是每当会员间要进行赌局时 赌狼特别提供的胜负场地之一 常人所不及的人性与人性 而游戏的目的就是要看哪个人性的欲望能得到满足 哪一个人性会被吸干 这次的对手就在里面 夜行请二人前进 并说行李我们的人会负责搬运 当他路过马高时 夜行看得太一眼 上次在发狂后 罗敦的身份就曝光了 所以那废弃大厦里发生的事对释黄者来说 真能算是好的结果吗 想到这儿 他奉上了一则有些迟的公告 今天是你们一方的主持人 就立场而言 自己会代表伟先生与对方的会员进行交涉 会员在进行对决时 主持人都会陪伴在身侧的 但请留意 即使是作为会员代表 主持人 基本仍是中立 所以请将两方的主持人 视为分别独立的组织 各自拥有不同的风格和个性 以上就是基本规则 两位都已经清楚了吧 还有一点 今后所有像这次的会员胜负 都将由我担任伟先生的专属主持人 伟本来是十分的不安的 在得知叶行先生是站在自己这边后 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和 但是很快随着进入隧道 就烟消云散 那此起彼伏的脚步声就越大 感觉就好似准备被带进 一去不复返的集中营一般 那种诡异的错觉 使自己刚刚升起的那一丝安全感 烟消云散 顶部水汽凝结的水滴 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还未来得及体会那良意时 一旁 这个男人自信地说 来吧 喂 你经验丰富 本领也提高了不少 今天啊 抖擞精神 来一局吧 又一次 自己又一次被他的世界所吞噬 自己完全看不透他 到底在想什么 他可能只是在利用自己吧 但是换个角度的话 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互相利用吗 也就是说 他需要我 这么想的话 自己还是比较有勇气和他走下去的 因为自己完全感受不到莫先生的 恶 提外话啊 这是漫画 这不是现实 伪的感受是十分真实的 这一去不返的集中营 假如你身边真有像莫这样的人的话 切记切记远离他 真爱生命远离赌狗 尤其是恋爱中人 千万不要觉得对方痛哭流涕的悔改 你就能相信他 能借赌的人万中无一 千万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去赌 对方是不是那个一 有感而发呀 回故事吧 来到一处大门前 叶行拿起了门上的电话进行交涉 恰好对方也刚刚抵达 叶行解释 对方也一样 也是在主持人的陪动下 从隧道的另一边进入到前面的房间里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赌局顺利进行 所以见谅 而接下来能进入房间的人数 不包括主持人在内 对方提出了要求 对方说 双方只可以带两人进入 所以如何决定呢 韦先生 韦很吃惊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是三人一起啊 难道不能想想办法一起进去吗 叶行嘴上说 尝试进行交涉 但也提醒到 对方应该是不会答应的 毕竟作为对手 一定会提前做调查的 罗敦的事已经不是秘密 对方提出这要求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没了侍皇者的话 是赢不了对方的 可一旁的墨 却撕开了三枚干 说道 无所谓 自己和韦两个人进去就行 而听他这么一说 一旁的马高慌了 甚至急得他都喷了脏话 虽然拼写错误吧 而莫泽安慰道 别这样 你还有其他的事要做 然后贴近了 来了这耳鱼 对于叶行来说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么我们进去吧 很快 双方六人会面 而外边的隧道里 一个人在飞奔 是马高 他跑出隧道后 一个飞身上墙 竟然翻上隧道口的顶部 然后 一溜烟地跑了 而隧道的正中央 那个空旷的小房间里 一张桌子 两把椅子 左天国很不客气地坐在其中 身后拎着箱子的光头 就是他的同伴 而一旁 则是负责他的 十号主持人 慕浦鬼狼 他谦逊地说 今后请多多 但这指教并没说出口 他打住了 因为这样的话 貌似要等胜负分出后才说的 只见他看着叶行 有些阴阳地说 否则可能说了也白说吧 左天国他有些暴躁 他大吼道 无谓的门面话 说够了吧 谁是那个什么侍皇者 赶紧给我坐下 文也很不客气 既然你特别点名 也不废话 就问你一句 你是想将带来的钱 全部的都送给我 是吧 不愧是墨 没有人能在他面前论销掌 然而也正是他这样的态度 让对面的左天国脸色一尘 随即寒光一闪 他竟投掷出一把匕首 那刀刃在划伤磨的脸颊后 定在了他座椅的靠背上 左天国的手还在半空中不曾放下 嘴里威胁道 我曾说过 不想听无谓的问答 我感兴趣的是钱 快点将毒本拿出来 韦氏又急又怕 他大声质问对方要干嘛 然后回身去找默不作声的叶行 他们太过分了 竟然胡乱的投掷那种东西 叶行先生 你是我们的主持人吧 做点什么呀 别光看哪 但叶行只是原地不动的解释 韦先生各次从不同的入口进入 协商人数进入室内 以上都是赌廊能安排的 但现在规则仍未确立 所以主持人不能出手做事 再极端点的话 就算你们双方立刻展开厮杀 我们赌廊也是什么都不能做 说到这儿 叶行想到 没有马高的情况下会发生些什么 想必早就料到了吧 叶行接着安慰为 放心吧 对方的目的是钱 赌注还没有决定钱 对方应该不会再乱来的 所以 莫先生才会出言挑衅对方 又或者 那不是挑衅 反而更像是在 衡量 果然 座椅上的莫 没有半点惊慌 闻思不动的他反说 这也不怎么痛呀 这人类是不会因为幼稚的暴力而改变的 说完身后的黑衣人将这次的赌金放到了桌上 那是五千万 五千万 昨天国不屑地笑了 尤其是在得知这是对方全赴身家以后 那笑意更浓了 才五千万啊 完全是在意料之外 老实说 完全没兴趣 话音刚落 他的同伴 他的同伴从带来的箱子里掏出了火器 对于那东西 莫是一点都不慌 反而招呼尾说道 对方似乎不太满意呀 来 拿出咱们的宝物吧 看了后 他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尾听话地上前打开皮包 结果竟然也是一把枪 尾浑身紧张地将它掏出来后 还打开了保险 然后胆战心惊地将枪口指向对面 但这瞬间的变化 看来都在夜行的意料之中 毕竟这种形式之下 暴力假如不对等的话 根本谈不上什么绝胜负 而那把枪 貌似还是废弃大厦时的战利品 原来莫先生将他带了进来啊 拔掉一旁的匕首 莫讽刺道 你实在是心急 但大家是来赌钱的 互相交火也毫无意义 虽然现在手上只有这么一点 但自己有办法将赌注加大 然而莫的话再次被打断 左天国在听到相互交火后 大吼道 没关系 相互交火又如何 自己完全不介意 对于对方的这种气势 莫变脸了 他开始观察 审视 然而他身后的尾却受不了了 对方的那种气势 简直要将自己淹没一般 那气势 感觉使得空气都在震动 这个人 他不是泛泛之辈 他对自己的性命 完全没有半点执着 可怕 那种人的眼神 自己从未遇见过 终于抗压能力极差的尾崩溃了 但他也反应极快 在僵硬的手指扣动扳机前 将枪口抬了起来 子弹全都打在了天花板上 枪响了 夜行连忙出声制止双方接下来的动作 他安抚对方冷静点 这样下去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要受到牵连 所以请不要再次发生枪战 况且刚才莫先生已经提出加大了赌注的方法了 换而言之 莫先生 你是要看看自己的命值多少钱 是这样吧 看着一旁镇定自若的莫 夜行有些吃惊 这家伙 连自己的行动也处于他的预计范围了吗 但是 总觉得这件事 有点蹊跷 就在夜行新生疑惑时 另一束房间里 能轮坐在轮椅上 看着监控 这一刻 他的手指开始敲打着自己的脑门 因为他同样也很疑惑 现在下方的一切对赌狼来说 这场面的确一点都不新鲜 但是 总觉得有古怪 这看似正常普通的一幕 好似不对劲啊 那么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敬请期待下一期吧 结束前道个歉啊 就是接下来四天的更新要随机了 毕竟要过年了嘛 好了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